这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结极案 协议员中途跳伞 FBI50年的束手无策 1971年11月24日星期三 在美国俄勒冈州多特兰市 一名表情洋洋得意的男子 走向了西北航空公司的售票柜台 长着宽额头以及不多的头发 穿着一件黑色的风衣 他说他叫丹库博 他买了一张到西雅图的单程票 航班号是NW305 飞机的座位号是18C 15点刚过 他惬意的点燃了一支香烟 并叫了一杯威士忌 然后递给空中小姐 佛罗伦斯一张纸条 不过空姐以为又是一个 求交往的乘客 看都没有看 很随意的塞进了自己的口袋 于是这名男子还轻声的对他说道 小姐你最好还是立即看一下纸条 我手头有炸弹 空姐顿时有点懵 但是毕竟受过专业的训练 他临危不论 独自走到了厨房 打开了尺条 我的手提包里有一枚炸弹 如果必要的话 我会用到它 这架飞机已经被我劫持了 空姐报告了机长后 机长也是非常的冷静 让空姐先去看一看 究竟有没有炸弹 库博打开了手提箱 里面有六根圆柱形的炸药 他们都连着电线 然而库博对他口述了一些指示 我要在下午的五点前 拿到二十万美元 要现金放在一个背包里 我还要两个降落伞 两个备份伞 另外当我们降落时 我希望看到一辆 装满了燃油的卡车停在跑道边上 随时待命给飞机加油 如果有人想要手滑招 我就会引爆炸弹 机长威廉姆斯科德 立即联系了西雅图机场的航空管制人员 报告了飞机已经被劫持 航空公司的总经理唐纳德 选择了妥协 很快就准备好支付 二十万美金的赎金 来交换乘客的生命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全球唯一没有结案的截击事件 明知嫌犯长相 却至今都没有抓到 1971年11月24日 17点39分 美国西雅图机场 降落了一架被劫持的飞机 舱门打开 当空姐回头看截击者 单裤脖的时候 发现她戴着一副墨镜 无数核枪实弹的警察包围了飞机 周围还有很多隐藏的狙击手 但她一点都没有表示出紧张的神色 而她所要的二十万美元和降落伞 正被一个FBI带到了飞机上 她还不知道 虽然这些钞票不连号 但是FBI已经争分夺秒的 给所有的钞票拍了照 库博按照约定放了所有的乘客 但是四名机组人员还被劫持着 随后 库博告诉机长她的计划 她要求305航班 飞往墨西哥 而且必须保持在3000米的高度飞行 速度不能超过150节 一般的喷漆式客机 是无法以这种低速保持飞行的 但是库博就告诉机组人员 这种信号的客机是可以做到的 此外 库博还非常了解客机加油的速度 当加油超过15分钟时 她警告说 必须立即加满 否则就要引爆炸弹 加油完成后 库博又和机组的人员协商了飞行的路线 并多次强调说 不需要对客舱加压供养 19点46分 NV305次航班再次升空 飞机起飞后不久 她开始穿降落伞 四位机组人员按照库博的要求 全部进入到了驾驶舱内 不准偷看 晚上8点 仪表盘上的警告灯突然亮起 显示机尾的登机门被打开了 应该是库博打开了机舱的门 机组人员听到了震耳欲聋的发动机声音 机长透过舱内的电话问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库博简单的回答 No 这是她最后的一句话 8点46分 飞行员发现了机尾轻微的颤了一下 随即恢复了正常 而这个位置 是波特兰以西25英里的路易斯河流域 他们猜测应该是库博跳机了 机组的人员都很惊讶 这可是在黑夜 下面是崎岖的山林 甚至还有熊和狼出没 库博真的能活下来吗 飞机上今是一月 她生死未卜 却成了一段美国节级史上的传奇 1971年11月24日 22点15分 被劫持的飞机按照劫匪说的路线 安全降落在了李雷诺机场 坦特不安的机组人员 在等待了几分钟后 走出了驾驶舱 他们发现客舱空无一人 库博确实在飞行的途中 打开了舱门 跳伞逃走了 对他们来说 噩梦总算是结束了 但是FBI和警方的噩梦 却刚刚开始 他们对库博挑伞的这些地区 进行了大规模的搜索 却一无所获 连一片一脚都没有找到 随后警方公布了20万美元赎金的部分钞票号码 并且发出了悬赏1000美元 将给第一个找到一张钞票的人 但这市面上很常见的钞票 却如同泥牛入汉再无消息 在事情发生9年之后 也就是1980年 一个8岁的少年 在哥伦比亚的河畔森林中 找到了290张20元的美钞 这些美钞都有被烧货的痕迹 警方一查 发现这居然是库博拿走的钞票 显然库博应该是没死 但他为什么要烧掉钞票呢 这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美国人就觉得这个库博 像是罗宾汉一样的神奇 有人说他可能带着钱 生活在某个美丽的热带岛屿上 也有人认为他在那次跳伞中 已经丧生了 不过库博的尸体始终没有找到 现在50年过去了 人还是没有抓到 这是全球迄今为止 唯一没有结案的劫迹案 库博成为了美国 唯一没有被神之以法的劫迹犯 由于美国人的奇怪偶像文化 他以DB库博之名 成为了美国的传奇 而DB库博这个名字 是因为记者在报道时 写错而传播的 如果现在他还活着的话 或许他早就改了名字 隐藏在了人群之中 说不定就是你身边的某个外国老头 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我 下期视频再见